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的官方媒体经济参考报 在周二刊登了一篇题为精神鸦片 竟长成数千亿产业的文章 说网络游戏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又说这样的新型毒品突飞猛进发展壮大成巨大产业 援引业内人士说要警惕网络游戏危害及早合理规范 而文章引述业内人士说游戏作为新兴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 如何趋利避害引导健康成长 始终是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 政策不断完善但仍有改进空间 受到这样的消息影响 拥有旗舰游戏王者荣耀的腾讯等电油股集体跳水 但是在当地时间午后不久 这一篇抨击网游的文章被删除 新华网还有其他转载此文的官方媒体也纷纷伤闻 而腾讯股价跌幅随即收窄 中国新闻社微博则发表微评表示 未成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何况很多成年人都沉迷其中的游戏 把责任完全推给学校厂商或孩子监护人是不道德的 不妨拿来主意看国外游戏分级 什么年龄段玩什么游戏 此外还说学校游戏厂商家长要多方合作 尽往一处使引导孩子适度游戏 相信他们的荣耀不止于游戏 而同计二零二零年中国游戏市场的实际收入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 而腾讯游戏二零二零年则实现营业收入一千五百六十一元 比排行在第二位的网易游戏营业收入至少高出了一千亿元 腾讯的游戏二零一五年上线以王者荣耀独傲市场 二零二零年日活跃用户就达到了一亿 同时中国席卷平台科技和校外培训行业的监管风暴也导致个股大跌 路透社预计未来监管浪潮还将持续 摩根士坦利中国首席专家发布最新报告表示 中国政府通过重大的监管框架转变 将致力重点转向统筹增长和持续性 实现社会公平安全 政府可能通过降低企业利润来增加面向劳动力要素的分配 由此带来的市场影响预计更持久深远 但是他也表示需要警惕过度监管风险 有趣的是就在精神鸦片这篇文章被撤下来不久有重现 但是重新刊登的文章标题中却缺少了有关于精神鸦片相关表述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奥运会的有关情况 一起来看到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在周二要求中国队提供报告 说明为什么其两位奖牌获得者在领奖台上佩戴有毛泽东头像的徽章 获得金牌的自行车运动员在周一的颁奖仪式上被发现佩戴了徽章 而这可能违反了奥运会有关于展示政治物品的规定 国际奥委会的发言人亚当斯表示 我们已联系了中国奥委会 要求他们提供有关情况的报告 现在正在调查这一件事情 两人在女子自行车团提冲刺冠军后领奖台上佩戴徽章 这在中国半个世纪以前很常见 但是却有可能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第五十条 国际奥委会在上个月放宽了第五十条规则 允许打首饰做姿态比如下跪 但是前提是运动员要在不影响比赛和尊重同伴的情况下这样做 同时也禁止在领奖台上做出任何此类姿态 国际奥委会现在还在调查美国牵球银牌得主桑德斯 在领奖台上的一个首饰 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委员会就裁定该姿势 没有不尊重其他选手的意思 仍有争执 当时桑德斯在头顶上举起双臂呈X型 他后来表示这是对被压迫者的一种支持 美国奥委会则表示这个手势没有违反其规则 因为他是支持种族和社会正义的和平表达 并尊重了他的竞争对手 再为您关注到的则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北京方面表示 在柏林澄清起派遣护卫舰穿越南海的意图之前 北京方面不会考虑让这一艘德国军舰停靠上海的港口请求 拜仁号军舰从周一开始执行印太任务 计划在十二月回程穿越南海 这是中国与美国和盟友之间的一个热点地区 南华早报文章介绍 这也将是德国自二零零二年以来首艘军舰穿越南海 但是他不会再有争议的地区的任何陆地十二海里内通过 文章介绍 这项任务也是在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的最后几天时开启的 在默克尔的领导下 德国对于中国在南海的主张 以及中国的人权记录越来越有发声 德国领导人现在草拟一项新的中国政策 尽管德国是中国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 但是有批评者认为默克尔的立场与德国社会的普遍共识已出现格格不入 德国社会现在对日益强硬的中国的担忧一直在增加 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拜仁号的航线包括澳大利亚、关岛、日本、唐国、越南和新加坡 他表示不可能提前几个月给出通过南中国海其他海域的有关情况 发言人重申了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的评论 也就是让拜仁号去海上是为了保持对话 中国外交部证实了来自柏林的港口访问请求 这是总部在伦敦的独立政策研究所查塔姆大厦所首先报道的信息 外交部发言人说 德方通过多种渠道向中方提出了安排军舰访问上海的请求 但是有关于这一次军舰行动 德方前后发布信息混乱 中方需要在德方澄清意图后再做决定 而同时南华早报文章引述发言人的话说 中国西方军舰在南海航行时切实遵守国际法 尊重沿海国家的主权和权益 不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股市相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在上周将中国基准指数推至九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溃败之后 海外投资者在中国股票上进行了自四月底以来最长时间的增持 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 在过去五个交易日中 外国投资者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净买入二百一十五亿人民币 如果周三持续买入 这将是自三月以来最长的买入期 买入之前中国的股票经历了动荡的一周 当时禁止家教行业的盈利禁令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个行业 可能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目标的广泛关注 在七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两天 中国护身三百指数总共下跌百分之六点六 投资者争相为日益增长的风险定价 接下来两天有所涨幅 但是一周的跌幅仍是五个月来最大的 截至周二中国股市变化不大 即使香港的恒生科技指数应当先进一步股价打压而出现下跌恐慌 根据证券报周二报道 机构投资者对于A股市场的长期健康趋势仍然持乐观态度 而修正是购买优质资产的机会 再为您关注到的同样是跟奥运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羽毛球协会八月三日宣布 正着手向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提出申诉 抗议中国选手在比赛中的侮辱性语言 韩联社以中国羽毛球选手骂脏话 韩国羽毛球协会官方抗议委题报道此事 于协认为七月二十七日的羽毛球女子双打比赛中 中国选手陈清晨不停地大喊一句脏话 含有侮辱性的意味 韩国羽毛球协会认为选手不礼貌行为实在过分 决定向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正式提出抗议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频道的其他节目